黄姓女子4月酒驾肇事 才不悔改 21号在酒驾 大街上撞车 还想撞人 一连撞了四辆车 还不断地绕圈挑衅 远景在 她也不放在眼里 下车直接呛瞎 口气很大 态度嚣张 还不时动手推警察 酒侧值一侧 数字很吓人 高达1.045毫克 读物科专家说 这相当于在一小时内 喝了110cc的58度唇高两酒 基本症状会神志不清 双眼失焦 四肢不协调 严重会倒地不起 心脏麻痹死亡 专家说 这样的程度不要说不能开车了 连走路都有问题 黄姓女子连续酒驾 不知悔改还一错再错 完全不把自己性命和其他人的性命当一回事 不止她 日前一名垃圾车司机 第四次酒驾撞死陈运老妇人 当下自己吓得还腿软下跪 酒侧值0.32 不论是她 还是黄姓女子夸张的1.045毫克 酒后开车不可原谅 记者徐宇文 乱质疑 台中报道